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迅智库的李正北执行长 那最后我们会请文化大学的方老师 方老师是长期关注这个议题的一个教授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个方老师 那以下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金超女子 金超女子 谢谢 好 谢谢陈律师还有在座各位律师以及所长万果真的邀请 其实这个算是蛮成王成功 我们公司其实在ESG揭露 主要是在做英文翻译英文转换的这个公司 那特色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揭露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资讯资料的传达 那我们这边公司的话 其实自目前为止是已经协助超过 160多家上市贵公司进行 这些所谓财务资讯 或者说非财务资讯 ESG资讯的这些揭露 那所以在这段过程中 其实我们从大概四五年前开始 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所谓这些CSR这些东西 那在因为做的过程之中发现 这些资讯揭露它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各方面包含证交所 包含所谓券商各类型 这个永勋顾问公司 都其实会跟我们公司接洽 那到后面其实变得 在我们这一端汇整下来很多资讯 都是比较从国外投资人 ESGinvesting的这个角度 收集出来的资料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个人其实 RidePath就是我创立的公司 那我们有联合线上 身为我们这个法人股东 那公司介绍 主要就还是在ESG跟相关 所谓上市公司这些资讯报告的 英文化过程 那我们用的方法比较不太一样 我们不是纯粹用人为的翻译 其实我们是利用资料加工 用一些技术的方式来进行翻译的工作 那目前服务其实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台湾应该也算是排名前一前二的一家 在做这些资讯揭露翻译的公司 主要是160间上市会公司 包含所谓大型的企业 如同下面所介绍 那我今天主要是分享一下我们从业的经验 说获得可能跟国内在看CSR报告揭露的角度 有稍微不一样的角度可以供大家参考 那第一点就是说 谁到底在乎这些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的这些指标的东西 那我会分为有这个外在的这个投资人的push 跟内在的recognition法规的这个建立 那再来就是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的部分 然后已经有哪些比较独立的机构 在看这些ESG的分数 或者说所谓matrix这些矩阵 那最后就是我自己归纳结论 就是说所谓ESG的一个报告的所谓生态圈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个报告 但是国内外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最后就是我呈现一个说 最幸在从业上我们发现 有些公司开始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ESG summary 那其实这个整个推动 前面三位律师以及各讲者 都有提到说 这个ESG的部分有从CSR演变到 更方便执行的手段 但其实一部分的影响力在于外资 就是刚才讲到一些ESG的investing 其实它是有impact 会对环境社会责任造成一些影响 它其实在台湾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值持股 其实现在已经逼近超过40% 是在外资的持股部分 那internally我们怎么去应付这些状况呢 其实第一个世界在2018年有一个法规是蛮重要 叫做MIFIC 2 MIFIC 2等一下我会细节的稍微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 那第二个是说其实在美国资讯揭露 变得这个必然的这个状况 不管是你发行GDR ADR 这些全球存托凭证 在美国 你都必须在你的年报资讯上做揭露 那最后呢台湾这个他刚才都有提到 不管是公司法规的公司法的修正 以及现在所谓公司制定3.0 都提到这个资讯揭露的重要性 他的重要性就是等于相对应在外资 这些比较active在监督所谓上市贵公司的这个 执行状况下 我们相对应的有法规也在推波阻拦 那MIFIC 2 我不确定说在场的各位对于这个的了解 那事实上我们在 我们自己在处理这英文翻译这个ecosystem里面 很多人会提到投资人关系这个部分 那投资人关系跟CSR ESG部门 其实在很多上市贵公司已经开始交叉的状况 因为ESG的资讯变成说是投资人非常关心的 那其实很多从业人员并不知道MIFIC 2到底什么 其实MIFIC 2的影响是在2018年 很多所谓分析师分析上市贵公司的这个资料 已经不是免费取得了 因为很多券商分析师写的这些报告 他如果是免费取的话 他可能会造成一些重力性的问题 所以欧盟在这一方面是把它解套 就是说你如果要取得这个分析报告 你必须要付费 那自从这件事情开始发生之后 其实很多这个所谓 就是说这些基金公司 他就开始干脆我们就不要付费 我自己开始研究 那我自己开始研究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他必须要主动的去收集各公司的这些资讯 那假设一个公司像台湾公司非常优质 他有做非常好的CSR ESG的规划 或是年报的揭露 但却没有英文 这其实对于外资的资讯收集 是造成一个蛮大的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story讲下来之后 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做一个分享 那同时其实也有两个比较 帮这个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就是帮机构投资人服务的机构 一个叫ISS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一个就是Glass Lewis 这是一个senior director分享 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蛮次要的 就是说所谓social corporate governance 或者是sustainability 这些议题是次要的 就现在变得非常重要 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做到 这些ESG CSR的状况 它的股价有时候是崩跌的状况 例如说在资讯街头 在公司治理管理 在接班人权没有注重的话 它不是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企业 那这边也提到一个ESG的 这个投资的巨证 刚刚律师 刚刚各位律师其实都有提到 其实这是过去的一个资料 JP Morgan大概在10%overroad 这些ETF 已经占有新发行基金的 这些投资量 这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趋势 然后再来就是说 谁到底在乎 这ESG资讯 大概从业人员非常多 但是独立的这些指数机构 其实现在是蛮多外资 用了依据的标准 那最主要我今天会分享 一个是MSCI的ESG Research 一个是Thomson Reuters ESG的Data Bank 那这些机构都有独立的分析师 会独立的去针对每一间公司 做资讯的收集 那他们看重影响普通价值 的ESG这个因素在这边 其实很多我们在CSR报告 揭露的项目 都有cover到这些点 那主要还是一样 分为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其实它都有非常专业的 这个用词跟这个内容 那包含像环境 其实最多的就是像气候变远 潜碳台放 那social的话其实有 人权劳工环境性别平等 那公司治理尤其是董事会 这些董事成员 那我提到的每一个点 每一个专业 其实在英文报告揭露下 都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我把Thomson Reuters 就所谓路透社 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资料收集 也稍微介绍一下 他们到底什么收集资料 其实来源有六点 一个就是所谓 上市会公司的年度报告 然后NGO 这个所谓的非益力组织的一些网站 甚至他会去看你的罚款 已经有没有被罚过 那CSR报告书 各位在国内下非常红的这个 那company的website 你自己的website的资讯 其实也会注意 那stock exchange filing 就是说所谓公开资讯观测 这些资讯 以及所谓的news 它最后会形成一个data 然后做分析研究 那这边稍微讲一下 MSCI的ESG投资目标 最后我会带到一个ecosystem的一个差点 像刚才律师其实也有提到 这是MSCI在评鉴一间公司的一个 一个所谓matrix举证的指标 第一个他还是要符合他的financial return的目标 再来所谓删除法 就是说这些公司做的东西 这些价值到底跟我们的 募集基金的投资人有没有冲突 然后以及他的impact就是现在所谓的影响力投资 他都有一些标准来去审核这些公司 所以他其实第一观像 这是一个MSCI score的example 这边大家会注意到说 这个很乱 其实是看得太多东西 其实MSCI光针对ESG的指数就蛮多的 第二是说刚才也有讲者提到说 其实这没有一个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标准 所以在CSR包括国内是用GRI standard 来制定这个标准 但在国外MSCI 他自己也有一套他的矩阵标准 所以他有他的分数 那第二栏位其实提到 像刚刚讲的烟草类制造武器类 这些公司冲突他的原则他根本就直接删除 也不会去给他做指数的评分 那这边是一个 也是因为我们从业上 我们其实也会看到MSCI的内部报告 这是一家台湾某间公司 他其实在股价上其实表现的非常的夯 而且外资投资人也多 但是这是MSCI的一份报告 可以显示出他其实评级是CCC 也就是最差的一级 然后他在Social ESG相关方面 这个三个原字比较小 三个指标其实都是红色 他有给他一个Summary 叫做他是Week 这个Perceived Performance Across ESG Perimeters 就各方面他也会写出灾料 这跟这间公司自己在呈现的CSR报告书的东西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冲突 所以其实这类型的报告都非常值得这些上市会公司的非常高层去特别重视跟要去针对这些他们提到的问题做解论 那我最后就简短的说一下我们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生态局 就是上市公司针对政府最右边他有一个国际性的标准 而且他必须要去争取公司自己评鉴的排名 所以他会发动自动法规要做CSR报告书 那CSR报告书现在很多从业人包含四大会议事务所CSR的顾问 他会完成这些CSR报告书 那下面这些外国机构投资人他们重视的是普通行动主义 然后第二是proxy voting 就是所谓这些议案 董事会认命他要去投票决定是否通过 或是SR investing 他会很信赖这些指数公司的独立报告 那CSR报告所谓Follow GIITACFD SRsbury这些standard都只是one of the sources 不是全部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思考在国内 花那么多心力去写的这些报告 是否有跟国外真的外资在看是完全红 目前我们身为一个资讯传达发现有一些落差 那最后一样这边是Thompson Reuters的data收集 一样是分成三个pillar三个柱 有各类型的这个资讯收集管道 最后形成ESG的score 那他们的标准又不一样 他们总分是178分 针对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来做这个评价 那我最后就说明一下 其实有些上市的公司开始注意到 CSR报告书的这个内容 跟农藏性 不一定是能让外资那么快进入了解 他公司的状况 所以开始有公司在出这个叫做ESG Summary 这是一个趋势 那从例如这个是一个台湾台汽营的一个ESG Summary 我也是去网路上搜集一下 他们会做非常清楚的整理 包含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像GHQ就是 Greenhouse gas的排放量 Effluence waste 这些排放量他会做一个很清楚的整理 这也是报告一个揭露的一个方式 那在social部分就很重视 例如说你员工的离职率 你的性别平等 你的女性员工 你这个在recent three years 的这个people的成长状况 其实他们重视这些资讯 他要很快的一个小summary来告知 那governance部分 其实这一部分跟所谓上市费公司年报 有一些重点 年报很大一部分就在揭露董监事的资讯 董监事的资讯其实他也会 你看我们有20%的female representation 他们很重视性别平等 以及这些董监事的背景 有些MACI ESG报告会提到说 其实你没有讲董监事背景 跟你的公司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可能在MACI这些指数蛮重视 那最后就是一个总结了 企业社会社会报告 目前其实如同规范 有一些特殊行业已经51以上 他们会准备英文榜 那同时呢 道琼永续指数是CSR报告的进阶 其实是会邀请大家参加 那国内呢 有26加2020年入选 其实都是蛮指标的企业 所以当然年报这些按照法规 揭露数已经越来越多了 大概到三成以上企业 都已经开始做报告揭露跟英文版 那这边 这个很快的代表就台积电 他写的报告 其实很多外资企业会去爬说 他针对例如某些关键字 像气候变迁 有提到多少次 那最后提醒大家 其实以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知识揭露不是只是一个 纯粹文字翻译 而是说你这些专业名字 像GIS standard 你有没有正确的表达让受众 这些读者这些外资正确的知道 你到底在讲什么 那今天就很简短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的一些从业经验 就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